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12月4号礼拜日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人民日报引述广州的医学专家指出 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 新冠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在目前绝大多数的感染者 都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 极少发展为重症的情况 呼吁民众无需恐慌 而在香港 特区政府专家顾问 中大呼吸系统科广座教授许树昌 很快就跟队了 他提到大部分感染者都是以轻症为主 他认为防疫措施无需重新收紧 香港的医疗系统仍然是可以承受到 目前的情况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既有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人民日报引述的大陆专家是怎样说的 香港有帮蓝丝 或者是那些防疫发烧友 整天担心中了新冠以后 会不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甚至乎这个文清局局长 麦美娟自己也有份出来说 中完新冠之后记忆力衰退 他又不想想自己的年龄是去到哪一个地步 更年期记忆力衰退 是很平凡的现象而已 大佬 没什么都赖了新冠 我们看看人民日报怎么说 救权威啦 人民日报啦 蓝丝 麻烦你省定点 天天在这里哭 我真的看得很讨厌 我们看看人民日报引述什么专家 这个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教授 广州市黄埔方仓医院总领队崇宇田教授 他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就说 后遗症在医学上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一些传染病的患者 在恢复其结束过后 某些器官的功能 长期未能恢复正常 才会被认定为后遗症 而在感染了Omicron变种病毒之后 绝大多数的感染者 都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 是极少发展成为重症的情况 这个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知晓和认同 而从实践当中观察可见 有些新冠的患者 临床表现可能是会持续得比较长 比如说美国臭角的丧失 关节痛 记忆力下降 就是麦美娟那只 空口的疼痛 咳嗽等等 有些学者将这些现象 就称之为长新冠 但是崇宇田教授就认为 目前就不能够将这些现象 归类为新冠后遗症 目前学界就并未确认到 是有新冠后遗症的 至少就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后遗症 老实说 你说就算世卫组织 他说的那个说法 都是说新冠长期症状 英语就叫做long covid 你译做中文直译就长新冠 他都不是说是后遗症 只不过是一些临床的症状 比较长时间延续 所以目前来说 医学界是没有一个共识 说是有后遗症的 至于有些媒体经常说 引述外国的报道说有 那些不是医学的期刊 那些全部都是一些外国的媒体 他走去做调查 问问那些患者 你没有发现 你康复了之后 有记忆力衰退 或者是有cut 或者是关节痛 那些人回答有 这些是一个统计数字 是不是一个很严谨的科学证据 绝对不是 如果是的 世卫组织一早定义了 说有后遗症 现在都没有 起码未有医学共识说有 就算你问特区政府那些专家顾问 他都不能够告诉你 所以在他的官方宣传里面 就是说特区政府的广告 他都告诉你是长新冠 他没有明确告诉你 是后遗症来的 那当然你在大陆的语境下 他有没有后遗症 就是他说了 是不是 之前有说到 美国死了多少人 很严重 但是现在他有政治需要 因为他要解封 他要消除民众的疑虑 担忧 那他就说没有了 实际上来说 你说有没有呢 可能有部分人 真的有些长期的临床症状 但是你说那些是不是属于后遗症 正如这个教授所说的后遗症是有医学上的定义 就是担忧后遗症的嘛 就是老实说 比如说有些人 小孩子发烧 烧坏了脑 变成植物人的 或者烧到他变成很迟钝的 那些就是后遗症的 你一般的记忆力衰退 担忧后遗症 记忆力衰退 随着人每一天睡醒觉 你的寿命短了一天 记忆力都会自不然下降 我都会啦 大哥 是不是 还十八二十二吗 这些根本上 很多都找来说 但是那些蓝丝不信 或者那些防疫发烧 也不信 拿着酒精到处里噴 那不要紧 你喜欢噴 你自己噴到够 或者你喜欢用一些锁匙 来打托载 你自己打托载 你不要留言 告诉我 骂我回头 或者说服我去接受这些 这样的恶狗的事 我又告诉你 我不接受 我现在都不是中新冠 告诉你 我贬徒线发炎而已 不知道是这个 炼球菌还是怎样的 因为现在 炼球菌的情况严重 但是呢 就是说在英国 死了六个弟弟 但是 我现在这些情况 就跟新冠 或者是长新冠 都无关的 不过呢 香港都有不少 防疫发烧友的 我知道的 拿着这些酒精 一上到公共汽车 火车 地铁的位置 就死在那里 噴噴噴 小巴 有什么作用才可以的 不要自欺欺人 是吧 冤斌难臭噴到的那些酒精 不过不要紧要的 你喜欢噴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我个人感受 我在伦敦没见过有人这样噴 不过你喜欢噴 你就噴 我亦都代不少人发声 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黄红居 你自己的心理作用而已嘛 噴完之后 那些空气里面就没有了新冠了吗 蛤 你在空气里噴来干什么 有这些人啊 或者是进到餐厅 根本有些人就是潔癖嘛 唉 没得好说的 你有潔癖 就死在手里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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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我也不明白 你那条锁匙收回到手袋或者裤袋的时候 你有没有清洁过呢 没有清洁过 那些新冠黏在那条锁匙那里 又锁回到手袋 又锁回到裤袋 整身都新冠了 是不是呀 唉 骗自己 没有作用的事情做这么多 那你回到家那些这样的发烧油 防疫发烧油 是不是马上换了所有三年底庫 换了它 拿去洗衣机那里即洗 然后立刻洗澡 还有这么神心 二二年十二月 现在不是二零年一月 那些人喜欢搞饱它 是不是呀 我就没那么好神心了 真是 不好意思呀 哈哈 现在大陆的专家 还讲到一件事 就是说感染者在康复之后 就基本是不具备传染性的了 即使是复养 也都不太可能传播病毒的 而康复者对病毒就有抵抗力 大约三个月左右 是不会再次被感染的 那其实它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出来 就是因为广州都有很多这些这样的 防疫发烧油 事实来的 你翻墙的那些益友 你自己可以留言 说回给世界上其他的 益友听香港 海外的华人 广州很多这些人 是 哇 很害怕 一解封就好像 怕着就来拉柴 有这些人存在的 其实 根本上就重复香港今年一月到二月的经验 喂 当没有普遍感染新冠的时候 第一 第一对于康复者 当他好像是麻风病人那样看待的 投射一种歧视的目光 你不要走那么近 生人密近 同胞密近 就是当那些康复者 好像是生知狗那样的 有这些人 出于无知 第二 有部分人对于新冠病毒本身 仍然是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恐惧 这个恐惧并不出于说 政府那些严苛的防控措施 而是他真是害怕中招 是害怕到鼻子弄得没用 吓得一听到就很恐惧很紧张 有这些人的 老实说香港也还有 不过现在就变成了极少数而已 因为大家经历过是什么一回事 知道他也不是 官方宣传当中这么严峻的 你知道了 你起码在意志上就克服了他 你不会害怕 大部分人都不会有 小部分会忍得他 但是现在广州或者大陆 其他城市不同 经历了两年零十二个月 就是三年时间 那些宣传 哇,很害怕 由当初的不会人传人 信政府不害怕 到现在呢 哇,全都害怕 因为在那个宣传机器上 有一个转向 现在又一个转向 但是那些人不是 让你这样转来转去 转得过来的 因为你三年的时间 都是宣传说要很恐惧 突然之间你告诉他 不用恐惧 他也要时间去适应 等同于袁国勇教授出来说 哎,你吃粒必利痛 喝多点水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那些人都不相信的 开头是 哇,你说得这么严峻 现在又说吃粒药没事 有些蓝丝也不相信的 防疫发烧也不相信的 正常人就信到我 一早就说不用害怕了 对吧 我还有两次你不见我死 我坐在那里继续睹眼睹鼻 继续天天说话 哈哈 想死,真是很难 有很久你捱 想死,真是 哎,那些人不要做梦了 不过不是的 有些人是害怕的 就有得他害怕了 但是最重要是社会的主流 不要害怕 但是这些 大陆特意找《人民日报》 来引述这些专家说 叫人不用害怕 因为他正在铺路 是要放宽 但是他那个放宽 就放一点不放一点 有个核酸钓尾 那没办法 因为核酸始终利益有关 但是我就想跟那些蓝丝 或者是防疫发烧友说 你不相信我 不要紧 你相信《人民日报》吧 死蠢,是不是 怕什么呢 好了 接着看香港的情况又如何 现在香港 那个数字都是 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 每天都一万宗 九千多宗 死亡数字又回升的 比如说昨天这样 有多17人感染了新冠离世 问题就是 大家看到那些 强硬派 现在全部收下爹的 其中一个表表者就是 医务卫生局局长奴崇茂 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人呢 差不多整个月没有袍头了 现在新冠再爆发这个第几波了 我想问 第五波还是 我不知道第几波 我不知道 就是何为定义一波 他从来没有解释过的 这些从来都是 他说是就是了 官自两个口 第五波 跌到几百宗 又上百万宗 都还是第五波 你老尾 那何为一波呢 请问 现在算不算第六波呢 其实第几波都是浪费的 我经常都说一个数字 就是你看回年底 一结数的时候 究竟今年又死多了多少人 其实过去那二十年 每年死的人数呢 都是很稳定的 稳定地增加800到1000人的 我们讲过这些数字出来的了 因为人口老化 从这个2001年的时候 每年死38000多人 到2020年的时候 是五万多的 我记得一个数字是 我们计算过的 所以每年都是递增的 那你就看看今年 喂 年底的时候 会不会多了一万多人死吧 劳宠贸局长 常常拿九千多这个数字出来说嘛 你九千多里面 是混合了很多其他的病人的 有些是长期病患者 有些是癌末的病人 全部你都混合了下去 凡是你检验到他有新冠 你就继续到新冠那里 但是你继续 全年的死亡人数 你没有得去重复的嘛 所以那个是最准确的 你看那个数字就知道了 究竟有多严峻 可能根本上 如果你不是计算到新冠 你计算到其他病症那里呢 都是一条数字而已 所以那个就很重要了 现在差不多有了 数字看了 12月4号 31号就有了 看那个最准的 你不要经常在那里哭 就这么害怕 死了多少人了 那你现在死了多了 你又不收紧 是不是啊 那你今年所谓的 大影波爆得最严峻的时候 那麽家产出来又说要封城的 又说要做全员检测的 全民强检的 死了去哪里了 你现在不出来说 不搞 你不叫那些商铺停业 现在不叫了 为什麽不叫了 因为他怕要倒闭嘛 是吧 怕着那个数字欲酸嘛 老实说 你搞那个所谓的禁追租灵 你也是想那些企业 多捱一段时间 使得不好 那个失业率 在同一时间爆升而已嘛 你现在只不过是有个timelight 是有个时间差出来 那有部分人 你拖到现在才说 那间商铺倒闭的 不交租的 那他现在才算过失业率 你去玩这些数字游戏而已嘛 是不是呢 你现在不封城 你不停业 不敢说 没有人出来敢说这些话 被人骂骂死了 好了 我们看看许树昌教授怎么说 他说 现时日本说的 病毒即时繁殖率是1.12 就是每名患者 能够传播病毒多于一个人 但是同时 感染之后 出现重症的情况 未有大增 公立医院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 只有十几人而已 比起今年2月到3月的时候 每间医院接受深切治疗的病人 都不止这样的数字 当局至今都没有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许树昌就认为社会应该逐渐復常 不应该再度收紧措施了 尤其是现在的医疗系统 并非说无法富货 喂 那些官方宣传不是这样的 要保障老人 保障那些幼童 一个都不能少 那你就ắt得最脆弱的人死亡 收紧他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為什麼不收緊呢? 你拿回今年年頭出來 那些人的 argument 你說是多麼白癡啊 所以我一早批評了你就是盲目停業 停什麼呢? 爆到最厲害的時候 你應該趕快去開 他也來不及了,是不是? 你綁手綁腳 弄得自己被新加坡 各方面都超越你的時候 你現在就懂得跟大陸那一套了 因為大陸都說沒問題了 你現在又說沒問題了 不用收緊 實情3月那時候也沒問題了 二、三百萬人中過招 你還跑去收緊? 收緊什麼呢? 那時候又很趕快放寬 雖然也可能會被新加坡超越 沒有說拋離得那麼遠 為什麼我有時候說這些話這麼懶惰? 就是你看見那些人都不是在做事的嘛 一味寫來揣摩上衣、擦鞋 你真真正是從醫學的角度出發嗎? 如果是的話 你不止今時今日才說這些廢話 經常說醫療系統無法負荷 你一早就已經搞定了這個問題很久了 三月之後 你的醫療系統很早就沒有超負荷了 每一個城市始終都是要經歷爆煲那一刻的了 因為你怎麼都蓋不住的 爆煲完之後你就很放 你又不放的 繼續說那些情緒勒索的說話 有些笨賊 還可以附和他的 那些才是賤格的嘛 我告訴你 說那些 你明知道他是要拆鞋的 要迎合大陸的 沒得好說 是不是? 他做官的不說這些話 說什麼呢? 問題是你附和他那些才是賤格的嘛 哪有這麼賤的呢? 你不是說沒有看到外面那個世界的情況 是怎麼運作的 你看到的 你也要拆鞋的 你也說他對的 你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什麼思維? 那些是不是要罵他? 還在發燒憂? 就是這些是... 唉...我不懂得說 所以你整個社會有這種人 有什麼辦法 那些有識之事不走完才行 走得就走啦 怎麼撐呢? 和這些人在生存生活 天天在附和那些無厘頭的說話 現在不出來說? 現在不出來保護老友? 好... 真是... 說了我都猛了 告訴你 是... 初陀歲月 浪費了大半年的時間 不去放寬 不去抓緊的時間 搞經濟、保民生 一直在那裡搞這些無謂的事情 搞到現在大陸說放了 你又說放了 那要不要你存在呢? 中央台播放就行了 你轉播就行了 那些傳聲筒在那裡有什麼意義呢? 真是... 你說這些城市有沒有希望呢? 我想請問是 你既然什麼都要指望大陸的時候 你不如你收檔吧 這幫傢伙 用什麼存在呢? 我想問這幫傢伙有什麼意義呢? 蛤? 你附和他那幫傢伙 你不是沒有看到的 沒有封網的 是不是? 還長身觀 還有腦 現在他叫你不用擔心啊 那幫傢伙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